华沙有很多好吃的菜 这几家店就是我要强烈推荐的 这家店是华沙著名的饺子馆 店名叫扎皮克 不同口味的饺子 让你绝对爱上这里的美食 这个店在老城的附近 吃完饭可以去参观老城 早上游览完布拉格区后 享受一顿美味的午餐 午餐后适合去维斯瓦河大道 和华沙大学图书馆屋顶花园 逛完科学文化工 您可以来这边尝试一下越南菜 吃完之后可以去公园 听一下肖邦的露天音乐会哦 逛完老城后 我们来到这间餐厅 它位于酒店的六楼 这一个全新的烹饪体验地 大型的开放式厨房 一个非凡的阳台 将允许你欣赏华沙的全部夜景 这家餐厅名叫贝兹盖维亚德克 晚餐后适合去看多媒体喷泉表演哦 如果您听完了肖邦露天音乐会后 我推荐您到这家店来 享受您的晚餐 这家店的名字叫高恩斯马基 早晨参观完维拉诺夫花园和宫殿后 我们可以在哈拉克斯基 学做波兰菜并且吃午餐 快来一起体验烹饪美食的快乐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